我们现在好这里你们先把那个适合度检定的这个做这个GEMOV先开启 最好是开启你有做做你有先试做的这个这个档案 我这里先从适合度检定这里 这个我就没有像那个电子书那样 我这个是先去做了四种花色的这个技术的应该说总计次数去示范 因为它叫这样子它才能够用这个线性模型去处理 然后它的这个线性模式其实呢 我这里我用的是方案一 那方案一它的那个线性模式正式写是这样 但是它这边这个报表中也有把它写出来 然后报表中这边它完整的写法应该是要在抗词外面在灌一个log 因为它这边有提到它的那个link function 意思就是说这个link function是说要把那个把那个一变向资料做转换的函式 它的意思跟custom model这里不是有一个什么distribution跟一个link function让你选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是只有选那个用某一个distribution的话 它预设都是给你用log 就是所有你的那个一变向的数字都会用用那个先做log转换 那这也是为什么它的资料我得要用那个总计次数的原因 然后总之它的model方案一我这里就直接我这就只是处理这样的一个model 那如果要详细的话就要采用这个方案二 但是方案二现在这个模组它没有办法处理 它这个得要用那个自己去写程式 自己用R或python去写程式去处理它 因为它这个要使用到的是虚拟变向 你可以看到它把一个label变成了三个 那这三个这三个的变化就是说把在这里在建造三个栏位 然后这个是labelclubs就是说这个是1然后其他三个都是0 然后diamonds是这个是1其他三个都是0 依此类推那只是为什么要这样建我这里已经超出这个范围了 我就先不说我就只是说先告诉你们 如果要要详细做的话应该比较好的话用那个方案二 因为方案一它只能够得到一个逼近那个卡方适合度检定的结果 然后它的预设它会出来这个model results 它这里你会看到有一个卡方值 但是我建议大家你大家签在这里是要做一个记号 它这个它这个不是卡方检定 它这个叫做释然笔检定 它这边就是它这个pital写的 这个likelihood ratio test us 什么意思 我这边我这边我这边模型方案一号 只有写一个model而已 但是其实它如果要做那个 四栏比检定likelihood ratio 它必须要搭配另外一个model 就是说纯粹只有结句的这个model 那所谓的四栏比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model 它不是最后会总计出那个这四个花色的次数的对数值 那这四个花色对数值最有可能的这个预测结果 我可以叫它叫做一个likelihood 这是一个叫做四栏比 我这里先估起来叫做先给它取一个名字model1 这样子会比较容易命名 然后这下面这个纯结句的叫做model2 我先这样子做标记 那这个四栏比 它所检定的那个四栏比 是指的是model1的这个四栏比 比上 likelihood就是model2的这个四栏比 ok就是这两个model 所谓的四栏比就是说 你的这个资料最符合最接近哪一个模型的程度 最接近某一个模型的程度有多高 好那你们可以想想看 因为这个是一个比值嘛 所以说它是一个就是说几比几的分数 所以如果说这个资料越是跟model1相似的话 这个likelihoodmodel1的数值 应该是比likelihoodmodel2还要来的大 那你们都知道 至少知道除法跟分子分母 分子比分母大 那除出来是不是一定是大于1 那这个likelihoodratio 这个卡方检定 它这个其实不是卡方值 而是上面这个两个model likelihood的比值 ok我把它给搬下来 方便大家 你可以把它给这样子 这里的这个 这里的里面的这一个卡方值 这个卡方就是需要用到这个公式去 因为它是个希腊字母 它是个希腊字母 就需要用到那个 啊为什么 等一下我是不是有不小心 我是不是记错了 给我看一下 总之它这个表格里面的这个卡方 它并不是等于卡方检定的卡方 它是等于的是这两个model 寺然比 寺然值的比值 它也叫做卡方 一般也是写成叫做卡方 卡方的平方 kai square ok 这是先给大家看 先有一个初步认识 不过它跟真正的卡方检定 测出来的还是难 下面这一个 这个就请大家自己加 它这个就比较简单 就是按照完全就按照电子书的方法做 你用这个goodness of fit 那只是说 那个在这边你要再把这个counts加进去 就是这两个变相 也就是说你不管你的资料 有没有把这个次数总计 如果你要做适合度检定 你都是可以用这个frequencies模组的这个功能去做出来 然后确定说 这四种花色卖出的比例有没有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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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